太阳光是地球上最主要的能源来源之一 其光谱范围包括紫外线、可见光和红外线 紫外线被分为B、C三个主要类别 其中和B类紫外线直接与地球表面的生物体产生交互作用 人体的皮肤是一个重要的器官 能够感受并响应太阳光的照射 人们对于阳光到底是养生还是致癌一直存在疑虑 近期一项由复旦大学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涉及了36万人 为这一争议终于揭开了谜底 一、晒太阳到底是养生还是致癌 众所周知 太阳光是合成维生素地的重要来源 维生素地对于骨骼健康、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等方面至关重要 适量的晒太阳被认为能够帮助人体维持维生素地的水平 从而有益于全身的健康 然而尽管适量的晒太阳对身体有益 但长期暴露在强烈阳光下也伴随着潜在的风险 其中主要的威胁来自紫外线壁类 这对皮肤可能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 过度暴露在强烈阳光下 尤其是在紫外线壁辐射最强烈的时段 可能导致皮肤组织发生炎症反应 出现红肿、疼痛、起泡等晒伤症状 这对皮肤的损害不仅影响外观 还可能导致长期的不适和不良反应 长期暴露在强烈阳光下 还可能导致皮肤老化 紫外线壁类能够促使皮肤中胶原蛋白和弹粒蛋白的降解 导致皮肤失去弹性和紧致感 这使得皮肤容易出现皱纹、细纹 甚至影响肤色均匀性 使皮肤看起来老化和粗糙 更为严重的是 长期暴露在强烈阳光下 与皮肤癌的风险增加有关 紫外线的辐射被认为是皮肤癌的主要致病因素之一 特别是在长期的过度暴露下 可能导致皮肤细胞发生恶性变化 形成癌症细胞 复旦大学的这项调查 通过收集36万名参与者的数据 探讨了晒太阳与患上癌症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对参与者的阳光暴露时间 皮肤癌、其他癌症等因素 进行了全面分析 结果显示 适量的晒太阳与一些癌症的发生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 尤其是在控制了其他潜在因素后 晒太阳的人群中 皮肤癌的发病率相对较低 而其他癌症的发病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这一发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因为传统观念中晒太阳与皮肤癌的关联被认为是负面的 然而 研究结果提醒我们 适量的太阳光暴露可能对身体的整体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加科学合理的晒太阳建议 而非盲目地回避阳光 二 怎么晒太阳才有助于健康 三大原则 缺一不可 一 最佳的晒太阳时间 上午十点前和下午四点后被认为是最佳的晒太阳时间 这并非仅仅因为这两个时间段有着舒适的气温 更因为太阳的紫外线辐射在这个时间段内相对较低 这种时段的选择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皮肤的潜在损害 在上午十点前和下午四点后 UVB辐射相对较低 这使得选择在这个时段适度晒太阳成为一种明智的健康行为 适量的太阳光照射在这个时段内 不仅有助于合成维生素地 维护骨骼健康 还能降低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风险 由于这两个时间段的紫外线辐射较为温和 皮肤更容易适应光照 而不至于发生晒伤等问题 二 每次晒太阳的时长 随着季节的更替 晒太阳的时间和强度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以更好地适应不同季节对人体的影响 在春秋季节 阳光较为温和 每天晒太阳二十至三十分钟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这个时候 紫外线B类辐射适中 有助于维持维生素地的水平 同时也能让人体感到愉悦和舒适 然而 在夏季 由于紫外线强烈 适宜的晒太阳时间 则需要适度减少至每天五至十分钟 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B类辐射较为强烈 过度暴露可能增加皮肤损伤和其他不良影响的风险 而在冬季 由于阳光较为稀缺 每天晒太阳的时间则需要相对增加 建议为三十至六十分钟 冬季阳光中的紫外线B类辐射相对较弱 但仍然有助于维持维生素地的水平 通过增加晒太阳的时间 人体可以更好地应对冬季维生素地的相对不足 并保持充足的维生素地水平 这样的时间调整策略 有助于确保在不同季节中 人体能够获得适量而合理的阳光照射 既满足了维生素地的需求 又避免了因过度晒太阳而带来的潜在风险 通过科学合理地调整晒太阳的时间和强度 人们能够更好地享受阳光的益处 维持身体健康 在晒太阳时 选择合适的部位对于最大程度地获得阳光的益处至关重要 背部、双腿和手脚心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晒太阳部位 这一选择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科学原因 这些部位的皮肤相对较薄 这使得它们更容易吸收阳光中的紫外线 较薄的皮肤意味着紫外线能够更深入地渗透 使得合成维生素地的效果更为显著 维生素地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对于骨骼的健康和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选择这些部位进行晒太阳 还有助于减少对其他较为敏感的皮肤区域的暴露 从而降低潜在的风险 面部、颈部等区域的皮肤相对较薄且较为敏感 过度的紫外线照射可能导致晒伤、皮肤老化等问题 通过专注于背部、双腿和手脚心 可以在确保充足晒太阳的同时 降低这些潜在风险 这些部位相对较大 晒太阳的面积较大 因此能够更充分地受到阳光的照射 这有助于提高维生素地的合成效率 使得晒太阳的效果更为显著 三、晒阳不仅影响健康 还能影响大脑 研究发现 维生素地的充足水平与大脑功能有直接关联 这表明 通过适度的太阳光照射 人体能够维持足够的维生素地水平 从而对大脑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认知功能方面 维生素地的参与被认为对大脑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研究结果显示 可能与认知衰退和老年痴呆症的发生风险增加相关 维持足够的维生素地水平 可能有助于延缓大脑衰老的过程 保护记忆功能 维生素地的神经保护作用进一步凸显了其在大脑健康中的重要性 它可能通过减少炎症 促进神经元的生存和发育等多种机制 对神经系统产生积极的保护效果 因此 适量晒太阳 确保维生素地的充足水平 不仅有助于骨骼健康 更可能在认知功能、学习能力和记忆力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 晒太阳还能够促进脑内神经地质的产生 尤其是血清素和多巴胺 这两种神经地质在情绪调节和认知功能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阳光的照射被证明可以提高这些神经地质的水平 从而改善情绪状态 减轻抑郁和焦虑症状 进而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研究还发现 晒太阳能够改善人的生物中 调整体内的时钟机制 这对于调整睡眠模式 提高警觉性和注意力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个良好的生物中对大脑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 而适度的太阳光照射被认为是维持生物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更令人惊讶的是 晒太阳还被发现与神经发育和神经保护有关 一些研究表明 晒太阳有助于促进神经干细胞的生成和发育 可能有助于预防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 此外 太阳光中的光线也能刺激视网膜中的光感受气 通过光脑关联 促进大脑中的生理过程 复旦大学对36万人进行的调查 为我们揭示了晒太阳对健康的真相 成果令人鼓舞 晒太阳不仅是一种合成维生素地的自然方式 更是对大脑认知功能的促进 科学告诉我们 适度的阳光照射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纵在阳光下 在追求养生的同时 科学建议我们在合适的时间 合理的时长内晒太阳 并且注意科学防晒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тоже